中党的世界是個假的世界 自己製造出來的 所以各位同學 官場上很多事情是假的 不是真的被製造出來的 但是我要再思考一個深刻的問題 那這兩個人為什麼 製造一個世界就被害了 為什麼 因為你們有仇人 你把紀陽軍搞成了你們仇人 紀陽軍就也把你搞成了仇人 你跟他有仇 好你們兩個彼此之間 士軍力敵旗鼓相當 你砍他一刀他砍你一刀 誰也砍不死誰 就利用一個世界 讓國軍來幹掉 國軍又成了 部署借刀殺人的工具 四類 國軍沒有分辨清楚 這故事有很多個面向 他也是四類 也是成癮 這樣子 有很多很多人的面向 好 但是我就發現一個 歸根結理 發現一個原理 這二人乘二人 之所以會被紀陽軍 用紀而謀害 觀念在於 此二人跟紀陽軍為敵 所以觀察上 無論如何 不要製造仇人 不要製造敵人 好 紀心 援遷 相怨 你看 六仇人 這一對仇人 十把洗心呢 加入了 進來 他跟紀心有交惡 他想要害紀心 他就派人暗殺 原謙 原謙就被殺了 全世界人都知道 原謙的仇人是誰 紀心 中山之君以為紀心 把原謙殺了 中山之君呢 就把紀心給殺了 十把洗心 跟紀心有仇 紀心 就被 四類的事情 給陷害 所以不要跟神有仇 仇就是什麼意思呢 仇就是我要你死 因為你會要我死 那你怎麼被害死的呢 那就是因為你跟原謙有仇 那原謙為什麼成了刀下冤魂呢 因為你跟紀心有仇 所以並不是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敵人的敵人呢 就正好利用你 把你的敵人給滅了 這樣 所以你幫助了敵人的敵人 來滅掉你的敵人 然後你自己呢 被敵人的敵人給滅掉 一切都是來自於 有仇 有仇 而不是紀策用的好不好 紀策可以很多 也可以不用這個策略 這是其中一個策略 可乘之機啊 就是因為你跟人有仇 有仇 這個 金王 所愛妾 有正秀 各位呢 這段文字嘛 所描寫的情景 那前一陣子大陸有一部西道的米月傳 我看著看著 欸 剛好完全看到了這段故事 它所描寫的 那當然劇本稍微有一點調整 但是調整幅度很小 幾乎就是照著韓非子寫的這段文字 來演的楚國 在宮廷內部的一段故事 好 也是很陰險 楚國 國君 他有一個愛妾叫鄭秀 鄭秀呢 是個厲害的人 楚國國王呢 又得到了一個新的美女 那鄭秀呢 當然不爽 想辦法害這個美女 就跟這個美女說 所以各位同學 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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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話者 通常就是害你的人 沒事誰傳你話 這個人君子傳你些話幹嘛 告訴你什麼消息的人 就是在製造恐慌的人 傳話者 鄭秀 跟美女講 王甚喜人眼孔 好 這個米月傳的故事情節裡面 一開始呢 演了一段 就是這位楚國的國君 身上有一股怪味 然後呢 鄭秀特別喜歡聞這個怪味 是不是特別喜歡呢 這個我們不知道 反正鄭秀呢 就是說他很喜歡 國王的這個怪味 受到寵愛 然後呢 就跟這個美女講 喜人眼孔 不過那個 西俊年是說 你的鼻子長得丸 楚王跟我講說 你的鼻子長得丸 你長得太漂亮 文綺的鼻子長得丸 所以你見到 這個楚王的時候 你盡量把你的鼻子遮掩 問題是楚王是個身上有怪臭味的人 那你老是把鼻子遮掩 楚王會不會不高興呢 會不會不高興 所以你不明舊 被人家虛謊一招 這邊講的劇本是說 喜歡人家把嘴巴嗚住 魏晉王必嚴口 美女入見 晉王就嚴口啦 王問其故 還不是問這個美女 問鄭秀 鄭秀就說 因為他不喜歡你身上的臭味 果然 王跟鄭秀沒有三個錯 鄭秀事先跟他身邊的侍衛講 如果 國軍 有說什麼的話 你們要立刻做一件 人在盛怒之下 什麼話都說得出來 說完了以後 只是發現一下 不會真的做 必及聽從 王 言美女前 叫美女過來 靠近一點 這個美女呢 越走越近 越把嘴巴嗚得更緊 越走越近 越把嘴巴嗚得更緊 就怕被 國軍看到他的嘴巴 華尚越看越生氣 勃然怒 把他鼻子給我剁了 旁邊的 這個 侍衛 已經被鄭秀提醒 國軍講什麼 立刻動作 兩秒鐘不到 鼻子就不見了 主王一定心疼的不得了 鼻子不見了 這還能夠寵信嗎 不用講 愁死我 這是一個版本 這個故事肯定很有名 所以韓非得到了 韓非得到了兩個版本 一日 衛國的國軍 這個版本比較像那個 米越傳演的版本 宜金王美人 送楚國的國軍 這個 一位美女 然後呢 金王勝越之啊 夫人鄭秀 就前面的寵 寵姬 知王悅愛之力 因此 鄭秀也對 衛國的美人呢 非常的好 甚至比國軍 對他還要好 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 一些那個 首飾貴重的 金銀財寶 折其所欲為之 你喜歡什麼 就通通送給你 一直送一直送 結果楚王發現 鄭秀對他的衛美人 比自己對衛美人還要好 楚王就高興得不得了 夫人之我愛心人也 其悅愛之甚於寡 好 所以你就好像孝子所以養親 忠誠之所以嗜君 好富人之所以嗜夫 你知道我喜歡衛美人 所以你就對他 比我對他還要好 你這樣就是太好了 夫人要的是什麼 要的是國軍確定 他一點都沒有嫉妒衛美人 之王不以己為肚 就逮到機會去跟衛美人說 我們楚王非常非常喜歡 可信就是 看你鼻子長歪了一點點 惡子之筆 你見楚王的時候 你想到把鼻子遮住 他就每一次都拿了扇子 或者用袖子 把鼻子遮住 那麼我們的楚王呢 就會永遠喜歡你 每天都去找你 這樣子 於是新人從之啊 每件王 長歪的鼻子 一定呢 把鼻子呢 遮住 好 王衛夫人曰 奇怪啊 衛美人看到我 為什麼老是把鼻子給我遮住呢 所以就是說 我不知道 那楚王想說 你跟他那麼好 你怎麼會不知道 你每天送東西給他 你對他比我 對他還要好 你怎麼會不知道 強穩子 今天非給我老老實實的交代 鄭秀不得已 你 只好老實的招 我曾經聽他講 俄文王 醜 他討厭 聞到你身上的臭味 一聽 把鼻子給我斷 夫人先借遇者 王室有焉必可從命 遇者因餘刀而亦本人 啪啪就把他鼻子割了 這樣 所以楚王呢 楚王也是被騙的 那魏美人呢 當然就是被害 就這樣 還設一個局 順便那個 發掛一下 那個戲劇裡面 這一招呢 是張以儀交給鄭秀 因為我剛好有看到這一段 那樣子 這完全就是這個 這個 版本 這個 韓非子的一個故事 好 魏武子 今楚國令 至敬則也 這個 就是令乙身邊的紅人 但是呢 令乙呢 最近又得到了另外一位 有能力的人 所以各位同學 一個組織 已經運作了一段時間 領導者身邊呢 肯定有一些重臣 你新來的重臣 你肯定要小心刺口 國軍原來身邊的重臣 這叫做拜碼頭 碼頭一定要拜好 西碗心事令聖愛之 大概沒有拜好嗎 無疾因為令乙曰 這個肺無疾就跟令乙講 哎呀你對他那麼好 到他家喝個酒吧 私下聚餘聚 所以說好啊 那你準備準備 帶一些鍋碗瓢 帶一些好的 這個 酒杯 拿上好的酒 我們去他家做客 那西碗會不會感謝肺無疾呢 因為肺無疾把令乙請到家裡來做客 無上的光榮 所以呢 肺無疾講什麼 西碗就聽說 肺無疾就說 令聖傲而好兵 喜歡兵器 你一定要好好的伺候他 因為他非常驕傲 你如果 府中有比他更好的兵器 藏著不讓他看 那你小心點 你有什麼好的兵器都把它擺設出來 如果他有喜歡的你就送給他 西碗就聽 喔這樣子 好 你為我帶來升官發財的好機會吧 集成兵 堂下集門體 好了 晚應為之啊 就照著錯了 令一 走過來 怎麼擺了那麼多的兵器 嚇了一下 因為兵器是為了殺人 問無疾說 怎麼沒事 無疾說 你趕快走 我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看起來很危險 先走為廟 令你就離開了 然後大怒 舉兵而諸西碗 遂以殺之 這個故事又是再度告訴我 各位的 告訴我的什麼 傳話的人 就是害你的人 傳話的人 就是要害你的人 沒事 他有那麼多話要傳 要嘛想要從你身上得到利益 要嘛想要控制 上下欺瞞 廢無疾就這樣把它吸完 給害了 好 吸手與張獸為怨 成屬 成屬已心入 不善吸手 這個故事跟前面的故事是一樣的結構 成屬呢 就派人暗殺張獸 大家都知道 吸手跟張獸是仇人 張獸被暗殺 那肯定是吸手害的 魏王就把吸手殺了 你們兩個吵架是一回事 你們都是我依賴的大臣 就你暗殺他 讓我撕掉了一位 這個得利的助手 你犯罪我會把你殺 反正要為我服務的人很多 這又是 這個 戒刀殺人 魏王被戒刀殺人 張獸呢 被更壞的人殺 誰叫什麼要跟人家圍堵 吸手呢 可能也不是什麼好東西 誰會跟成屬呢 圍堵 所以一個大臣 身上的高位 不為國家 而為己私 某的都是自己的命 就會跟別的全臣呢 會有利害關係的充滿 想得到自己的私利 就會結仇 結仇呢 就各種的原因 你自己會被這個仇恨害死 張獸又不認識陳虛 也許不認識也許認識 至少他跟陳虛根本沒有仇啊 他只是跟攜手有仇 就這樣做了刀下冤魂 誰這樣要跟攜手有仇 你跟任何人有仇 都有可能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呢 極論就是 在官場上做官 不要有任何的仇敵 有仇敵 所以你就是處於危險之中啊 好 中山國 有建公子 就是他這位 這個王子 他呢 比較貧窮一些 可能國軍賞賜的也不多 他自己後來管理經營也不善 所以呢 家裡面的這個馬 就瘦瘦的 車子呢 舊舊破破舊舊的 這樣 這都沒什麼關係 問題是 左右有私不善主 所以 第一 不要有正義 第二呢 善待你周圍的下雨 他很容易害你 所以 永遠不要得罪別人 永遠不要跟誰形成了仇敵 因為他會想害你 左右呢 對於這位建公子呢 這個 反正可能有什麼事情 所以呢 找他麻煩 用了一個計策 讓國軍呢 成為被借到他們的工具 所以四類就是 國軍你 人家告訴你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表面看起來就是真的 然後呢 有一個人被陷害 有一個人呢 是要為這件事情負責 然後你就去處罰這個人 那 其結果很可能是 你被人家 利用了 你認為做錯事情的這個人 只不過是被人家誣陷的 但你呢 要執行你的散法 執行你的法治 結果呢 你沒有搞清楚 四類 你沒有搞清楚 本相是 但其實不是 你就把被 被誣賴的人 你給殺了 你就中了小人的禁 這個左右就去跟 國軍講 公子勝貧 馬勝獸 王可不抑制馬 你可不可以多送他一些 飼料 因為他太窮了 買不起飼料 所以馬那麼瘦 那國軍沒有同意 結果呢 左右呢 幹了一件事情 晚上呢 偷偷的 派門 把王公的 這個馬舅 還有 糧草 給燒了 早上 有人來跟我講 我的 某某兒子 他的馬很瘦 然後呢 沒錢買糧食 希望我呢 能夠給他一些糧食 馬的糧食 我不答應 晚上我的馬就 還有 糧草就被燒了 那還有問嗎 他 肯定是我的這個 兒子 幹的好事 真是膽大妄為呀 很生氣 反正兒子很多 乃豬汁 那豬不一定是殺的 反正就懲罰就對了 然後有時候就是殺了 好了 所以 這個建公子 他有犯罪嗎 有幹壞事嗎 那不過誰 左右 師不善主 不要讓誰 這個 不要得罪了誰 更不要跟誰呢 成為仇敵 盡量不要得罪了 小人很多 陰謀詭計很多 然後呢 笨蛋的法官很多 笨蛋的國軍很多 就這樣 那國軍這麼笨 有必要效忠嗎 沒有必要效忠 好 好 未有老奴啊 這個 這兩個故事其實是同一個故事 只是版本不同 未有老奴 就是讀書人 不善以紀陽君 你看 紀陽君 這個 反正對他不好的人 不是 這個是 紀陽君 這次換紀陽君自己被關 之前是紀陽君陷害 用招數陷害了他朝廷上的政治 未有老奴啊 不善以紀陽君 不喜歡紀陽君 刻紀陽君自己門下養的食客 與老奴私怨 所以又是怎麼樣 有怨仇 現在呢是紀陽君的食客 跟這個別人有怨仇 當然紀陽君呢 跟這位老奴呢 也關係不好 所以呢 這位食客啊 因為他自己 也跟這位老奴關係不好 就攻老奴殺之 這樣子跑去跟紀陽君邀功 以德語於紀陽君 因為他對你不好 沒禮貌 所以我為你把他給殺 這個時刻呢 有這個說法呢 是他要效忠紀陽君 實際上呢 紀陽君恐怕對老奴呢 沒有鬥殺 只是大家不爽 然後呢 其實是這個時刻 自己跟老奴呢 有私戀 有私從 所以老奴呢 是因為跟時刻 有私從 被時刻害 時刻害了老奴 還跑到紀陽君那裡妖宮 而紀陽君呢 還覺得說 是我的敵人 你就幫我把他殺了 你對我真是忠心耿耿啊 給錢給錢 紀陽君因不查 而想之 四類 因為 老奴跟紀陽君我 我們確實是看不順 他確實是對我很沒禮貌 所以我的時刻 幫我把他殺了 他被殺了 被我的時刻殺了 對 因為他對我沒禮貌 好像是這樣 很抱歉 其實不是 因為老奴跟時刻 有私仇 他是抱了私仇 還跑來跟你搖公 紀陽君硬不查 而賞之 好 第二個版本 一日 紀陽君有少數子 門下有一個位置比較低的 這個官員 有不見之 欲入礙於君 位階很低 沒有機會 被拔捉 被發掘 他又很想獲得 紀陽君的寵性 掌握更多的權力 這個時候呢 剛好有齊國 這個 讓一位老人家 這個讀書人 絕要於馬尼之山 這樣子 那這個 紀陽少數子 看到這件事情 想要製造一個事件 讓自己呢 在紀陽君面前 獲得一個功勞 欲以為功 就跟紀陽君說 齊國 我 派了一位 老先生 讀書人 假裝是 這個 中醫師 藥草師 到馬尼山呢 挖尿草 實際上呢 是借機啊 刺探我們國家的 國情 建軍之谷 他在我們國境裡面 做間諜 你如果不把他殺了 哪天 國王知道了 國軍知道了 那麽 你就犯了什麽 私藏敵國的 建帝 的罪 你就會因爲 這個齊國的建帝 害你呢 被懲罰 是想以紀陽君 抵罪於齊 好 陳請賜之 那 讓我來 幫你把他殺了嗎 軍曰可 於是明日得之 因爭而賜之 紀陽君還亦請之 被少數子有沒有得到 被 寵信 的好處呢 有 我有沒有得到好處呢 因爲他的主人認爲 他幫他做了一件好事 但那件事是好事嗎 完全不是 虛構 所以呢 這個老儒啊 白白送的信 跑來跟你講什麽 如果這個內容涉及到 要害某人的話 沒有內容涉及到 某人會很 慘的話 那跑來跟你講什麽話呢 通常只是想要 利用 借當殺人 所以 害人的事情呢 不可以做 被人家慫恿 而一起去害 或去害 或答應誰去害人 常常都是被騙的 反正害人的事情 不可以做 事類呢 就都是這些 害人的事情 結果呢 就真的把人家給害 而自己呢 反而成了敵人的工具 成為部署的工具 好 就讀韓非子 才知道說 原來壞事是這樣做的 就覺得 然後就覺得說 這國軍怎麼 每一國軍都這麽笨 然後呢 就會理解說 原來國軍 其實沒有什麽好效果 好 稍微等一下 好 就非常非常謝謝大家 因為我這個材料講完了 然後呢 因為我這個 6月下旬 去大陸一個月 所以 7月初就沒辦法給大家上課 但是我7月19號就回來了 所以呢 這個 大陸還願意上課 那我也等於這個 大概7月20號 找一天的時間 那8月份我也還在台灣 9月份以後 比較不固定 我現在不確定我的時間 那我7、8月份呢 其實都 來來去去啦 但是都還在台灣 沒有常駐在大陸 所以呢 這個課我還是可以繼續上 只是 沒有辦法像現在 我事情很早 對吧 好幾個月以後的課先 但只好還下一次的課 應該是有問題 所以呢 我們7月可以一次上課 本來是7月20號 那 也許我們現在就先把這個時間拍下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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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一週都明示 這一週都明示 那 禮拜幾呢 還是我們就照樣禮拜四好了 因為現在都是禮拜四 好 那我們就照樣禮拜四 7月27號 好 好 那也 也還是上課好了 有這樣比較好的一種時間 謝謝 好 那今天就這樣謝謝大家 好 好 其實像我們7月27號 繼續把韓非子後面的講 因為我覺得 呃 一個月講一次韓非子還可以演唱 就一個月讀一次壞人的哲學 可以說 我們現在一直在講國經 然後一直在講 謝謝 謝謝